曾经有人说,二婚对二婚,贼对贼 二婚再好,始终不如原配 纠根到底是因为二婚没有彼此共同的孩子 尤其半途搭伙过日子的夫妻俩,更是如此 而原配有共同的孩子 两个人可以凝成一股绳 为彼此共同的孩子努力 因此,二婚再好,也无法超越原配 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和老李半路搭伙过日子 一过就是十年 原以为可以携手到老 可老李的一个举动,却让他彻底寒了心 张阿姨38岁那年 原配老伴突发车祸去世了 只留下他和两个未成年的子女相依为命 没了男人的家里,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好在老公去世,赵氏司机赔偿了六十万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点安慰 有了这笔钱,张阿姨养育两个子女也稍微轻松一些 只是过了两年,随着大女儿去外地上了大学 小儿子也上了高中,就有许多好心人给他介绍后老伴 张阿姨本不想再找 想着等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成家立业 自己就去给他们带孩子做家务 可偏偏张阿姨遇到了老李 一个比他大十岁的男人 老李也在两年前丧偶了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生活 压根就顾不上他 老李虽然工作能力不错,但生活自理能力却极差 无奈之下,两个儿子只好劝老李再找一个后老伴 搭伙过日子 于是,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 张阿姨也挺高兴的,还满脸憧憬着和老李领结婚证 正式成为合法的夫妻 可老李的两个儿子都不同意 认为老年人的爱情,就没必要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招式 合适就一起过日子,不合适就分手止损 张阿姨本不愿意,这岂不是自己白白上门给人当免费保姆 可老李嘴巴甜,又承诺每月拿出三千块钱应付生活开销 张阿姨这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两个人就开始了搭伙过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这十年期间,张阿姨的两个子女 先后大学毕业工作,又在工作的城市结婚生子 他们也曾多次邀请张阿姨去帮忙带孩子 可老李不松口不放人 张阿姨也只能婉拒了儿子女儿 对此,儿媳妇和女儿都有不少怨言 尤其儿媳妇,认为自己婆婆宁可照顾外人 也不愿意照顾亲孙子,还放话以后别指望她养老 张阿姨苦不堪言,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 一边是后老伴,手心手背都是肉 好在老李劝慰她,你亲儿子亲女儿不养你 还有我养你呢? 即便我先走了,我也会把财产留给你 让你余生无后顾之忧 不得不说,老李的话确实成功安抚了张阿姨 从那之后,张阿姨更是尽心尽力照顾老李的饮食起居 而每次老李的两个儿子回来探望老父亲 都忍不住赞叹张阿姨细心 把他们的爸爸照顾得很好 他们十分感激张阿姨 只是他们的感激也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日子一晃就过了十年 老李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各种老毛病都层出不穷 一个月总得跑几回医院 而每次都是张阿姨在旁边端屎端尿地伺候着 至于老李的两个儿子 永远都是出一张嘴巴 既没回来人照顾 也没寄回钱分担医药费 张阿姨一说 两个妓子就会说 老父亲有退休金医疗保险 足够开销和自理 张阿姨心如明镜似的 两个妓子不出钱 无非就是防着他这个外人 生怕他这个外人 抢走了属于他们的财产 妓子是这样想的 没想到老李也是这样想的 在老李再次住进医院后 他却逐个给两个儿子打去电话 让他们回来 说要趁着身体好 脑子清醒的时候立遗嘱 张阿姨还满怀期待 虽然他跟老李在一起不图钱 但自己因为老李都和儿女闹翻了 以后还得指望老李的财产 过一个安心的晚年 谁知道老李却直接立遗嘱 把所有的房子存款 全都一分为二 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至于张阿姨 他则说 我在一天 我的退休金就全都给你 可老李一个月的退休金 也才五千块钱 他每个月吃药看病 都得花去两千 还得留下两千块钱做生活费 剩余的一千块钱能做什么用 张阿姨跟老李抱怨 老李却吹鼻子瞪眼 说房子和存款 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爱给谁就给谁 更何况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都交给了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老李还在不断讨伐 张阿姨物质势力 是冲着他的钱来的 而张阿姨却彻底伤心了 两个妓子是这样想 老李也这样想 他还有什么勇气坚持下去 张阿姨心如死灰 直接撂摊子 不伺候了 他把所有的费用 单往两个妓子手里一塞 回家收拾行李 就回了老家 他也没脸去儿子女儿家了 只是才过了三天 两个妓子就相继登门 跟他道歉认错 又哀求着说 他们从来没有轻视过张阿姨 一直把张阿姨 当成自己的后妈 希望张阿姨能不计前嫌 继续照顾他们的老父亲 老李也给他打来电话 又是一番甜言蜜语 还各种保证和承诺 只是张阿姨 却早已看透了老李的为人 他们父子三人 都是过河拆桥的人 如今只不过是有求于他 才不得不跟他低头 一旦他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分好处时 他们又会把他踢得远远的 张阿姨狠心拒绝了老李 决定从此自己一个人 在老家守着老房子 至于儿子女儿 如果还需要他 那他就去帮忙搭把手 如果不需要他 那他就自己给自己养老 不拖累两个孩子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我婆婆总是听不懂人说话 我婆婆总是听不懂我说话 我老公说吃鱼 她争了一礼拜的鱼 我公公说青菜好吃 她炒了三天的青菜 我说我除了猪肉大葱馅的 其他都吃 她包了四百个猪肉大葱的饺子 装满了整整一冰箱 哦 原来她只是听不懂我说话 我婆婆听不懂我说话这件事情 我是经过几次实验得出的结论 咱正儿八经的理科生 还是比较严谨的 前一阵我刚做了吸肉的手术 医生当着全家的面说了 这种病很容易复发 建议不吃发物 我婆婆还在一旁问道 哪些是发物啊 医生说道就寻常那些啊 比如这个季节的茄子是不能吃的 具体的回头我写在衣嘱里 记得看一下 我老公当时还在旁边 倒估我看 我妈多关心你 从那天以后 家里顿顿都有茄子 我不吃它还要在旁边一个劲的劝 兮兮 我买的这个茄子特别好吃 是人家自己种的 不是大棚里那种 我看了眼埋头吃饭的老公 说道 妈 秋茄子是发物 最好不要吃 过了一会 他看我一筷子都没加 又劝道 这个茄子 我做了酸甜口的 我记得你可爱吃糖醋味的了 尝尝看嘛 老公张萱还在吭哧吭哧地吃饭 我又说了句 妈 我不能吃 最后 他看我实在没吃 直接上手加了一筷子 放我碗里 你看张萱吃得多欢 你再不吃就没有了 我筷子一摔就下桌了 我婆婆险些当场流泪 她向她儿子哭诉 照顾我们多少不容易 我老公一口气 喝完碗里的汤 才说道 你明明知道 她不能吃茄子 还非要做 人家能乐意吗 哦 原来她不聋也不瞎 差点误会了 再来说 前几天我加了通宵的班 早上回家吃一大家子 正吃早饭 我没什么胃口就没吃 当着所有人面说了句 我睡觉去了 直接起来吃晚饭 都别叫我呀 结果我睡得正香呢 敲门声就响起了 我把头蒙在被子里 假装听不见 想着等会就不敲了 谁知道 外面越敲越带劲 大有我不开门 是不罢休之意 我还听见我公公在客厅说话的声音 孩子在睡觉 不是叫你不要喊了吗 我婆婆嗨了一声 道 她都没吃早饭呢 就这样睡了 一点都不健康 我刚下了馄饨 叫她起来吃一点 我被吵得头疼死了 拿起手机一看 早上十点 我七点半才进房间 她还一边敲一边喊 希希啊 妈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馄饨 咱吃过再睡吧 快起来呀 希希 你这胃里都是空的 等会起来能好受吗 听妈的话 妈总不能害你吧 希希 希希 老头子 你去找把钥匙 这孩子别饿晕过去了 我被吵得没脾气 门一开 看到我公公 那关切又带有慈爱的眼神 一肚子活 也没好意思发 我任命地坐在餐桌上 吃了一口馄饨 刚吃下去 我就呸得一口全土出来了 好家伙 猪肉大葱馅的馄饨 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张萱 你妈十点喊我起来 吃大葱馅的馄饨 张萱回复得很快哈哈 我妈肯定忘记了 好心办坏事了 但是妈妈做饭了 你还是要适当表示下感谢的 嗯 我谢谢你全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这人对西梅 杨梅这类水平特别敏感 只要稍微沾上点汁水 就会拉肚子 所以我平时对这些水果 都是碰都不碰的 昨天刚一进家门 我就瞧见我老婆婆拎着一篮子 杨梅进来了 喜滋滋地对我说 西西 新鲜的杨梅 刚刚才从车上下来 我就去挑了一篮子 妈喜给你尝尝 我老公凑上来说了句 好像是不错 我没多说什么 我相信这个家里没人不知道 我不能吃这碗衣 曾经有那么一回 我不小心喝了口杨梅汁 拉西拉了三天 都没止住 人都虚脱了 最后去医院挂了三天水才好 我婆婆吃饭的时候 就把那杨梅放在餐桌上 我公公回来后看到了 立刻端回厨房里 等我回到餐桌上的时候 又被端了上来 哎 怎么还在这 西西不能挨这碗衣 我老婆婆择了一声道 那杨梅汁里面都是防腐剂 不新鲜地喝了 肯定拉肚子 我这不一样 我这刚从果园回来的 我把碗拿离远了些 说道 更新鲜的也吃过 越新鲜就越不舒服 妈 你们吃吧 我婆婆叹了口气 说道 受罪哦 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吃不了 等到吃完饭 全家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时 我婆婆端出一杯温水递给我 我看那颜色有点发紫 便好奇地问道 这里面是加了什么 养生的吗 我婆婆立马道 杨梅泡的水 杨梅你不能吃 泡得水你总能喝吧 我实在不懂 她为什么就是听不懂人说话呢 可她又分明能听懂她儿子和她老公说的话 我没喝那杯水 可还是拉了三天的肚子 我严防死手下还是百密一书 她用装杨梅的碗给我带饭菜了 毫不知情的我干完了一整份 正巧公司来人巡视 频繁地上厕所 生生地影响了我的工作 领导勒令我三天内去总部述职 这下我是真的不能忍了 我那天回到家 看到张萱还在吃杨梅 我上去就把那一碗全倒了 她顿时就跳脚了 从沙发上窜起来 问我什么意思 明天我要去总部述职 机票和住宿自理 季度奖金也减半了 这两个月的房贷我不出了 张萱前几年上岸了公务员 她妈妈因此还想拿捏我一番的 哪曾想到她儿子稳定是稳定 但稳定的不高 公积金倒是十脚 关键根本没多少 每个月房贷还要自己贴六千 而我在外企做成本会计 福利和待遇都是顶尖的 所以我嫁过来这几年 家里的开销大部分都是我在出 连张萱的这套婚房 是我一直帮忙在工的 她听到这里马急了 她那到手刚好五千的工资 根本还不了房贷 怎么会突然要数值 又怎么会讲经减半的呀 我把包扔在桌子上 冲着张萱喊了句 你去问问你妈做了什么呗 我婆婆正巧打开厨房门 听到这一句 二话没说开始哭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诉说 自己把张萱拉扯大多么不容易 结婚了还要上赶着伺候儿媳 结果还不落个好 哭得那凄惨样子 还以为我公公亏待她了 可据我所知 我公公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男人 不仅顾家还能挣钱 不然张萱买这套房的首付 以及跟我结婚的钱 哪里来的 我婆婆可是一天半夜没上过的 我可不吃她这一套 妈 你别说得我好像白让你伺候了 当时我妈说让我家保姆来做饭 你说不用不用 把保姆的钱给你就行 你来做 我每个月都给你打四千块生活费的 我婆婆还在哭哭啼啼的 我老公在一旁小声的又是哄 又是安慰 行了 难道你准备给点生活费 就在我家当公主啊 公主吃毒苹果晕倒了 我喝杨梅枝酱心了 确实同病相怜 我老公听到酱心还是有点着急 他问道 真扣钱了 怎么会呢 我婆婆自从听到我说杨梅枝之后 表情就有点不自然了 眼神一闪一闪的 心虚得很 对啊 你问问你妈 是不是拿装杨梅的碗给我装饭了 见他儿子也看着他 他有点不高兴道 吃完水果的碗都是干净的 我就懒得喜了 我一共装了两份饭 谁知道你就刚好拿了那一碗呢 张轩不解道 妈 饭不是你装进去的吗 我跟西西的饭包也不一样啊 哎呀 那我肯定是记错了吗 难道我还会故意拿着那个碗给他用吗 再说了 哪有人这么敏感的 碰到点汁就不行了 退一万步说 咱不是为了省点水吗 哪知道他就那样了 张轩听完之后还觉得挺合理 于是对着我说了句 妈也不是故意的 出发点是好的吗 下次咱们都再注意点就行了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娘俩一唱一和的 慢条丝里的说道 嗯 我理解 等张轩明显松了一口气后 我接着说道 但我这几个收入被削减 不能帮你还贷款了 也希望你理解一下 还有妈 你的生活费这几个月 让你儿子付给你 说完这两句 我脚一抬回房间了 留下张轩一声哀嚎似的妈 你看你 你看 刀子挨在谁身上 谁才知道痛 那我们就比一比 到底谁才会最痛好了 这次的经济制裁 倒让我老婆婆 消停了不少日子 她不再针对我做些什么 但面对我老公和她老公时 总忍不住抱怨 不是今天想去按摩的 没舍得办卡 就是昨天去了家里发店 人家宰客 我老公公不解到 我不是刚给了你五千块钱 你该用用了 那哪里够啊 人家冲个卡 就得八千 张轩也跟着附贺 还挺贵 我点了点头倒是挺贵 我这次扣的钱 刚好够你办五张卡 她终于住嘴了 张轩也终于不附贺了 这太平盛世 是我想要的 结果两个月还没到 张轩开始在我面前哭穷 问我能不能支援她一点 嘻嘻 这个月房贷 你能出一下吗 我真快顶不住吧 我爸都支援我五千了 我实在开不了口了 我盯着她看了许久 我实在想不通 这么窝囊的男人 我当初是怎么看上她的 我记得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还在互联网行业 做得风生水起 当时我爸还说 这行业好 有前景 将来不愁养不起家 一转眼 她就给辞了 因为她妈妈说 公务员好 考上公务员 回老家也有面子 于是她脱产 被考了两年 考上了现在的单位 开始了入不敷出的日子 我爸又说也行 公务员稳定啊 将来你工作 有点变动 她也能称一称你 她能不能称一称我 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还挺烦她的 交房贷也行 你能保证你妈 不要再作怪吗 她撇了撇嘴说道 不至于不至于 我上次已经跟她 深刻地交谈过了 她肯定不会再犯了 她最好是 真不是我不信任她 只是这老太太 惯会搞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老公的亲哥哥 已经被她逼得 带着儿子和媳妇 躲到新疆去了 张轩的哥哥张成 比她大四岁 早些年娶了个新疆女孩 想着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本来单独过 其实也没什么 可坏就坏在 俩人结婚没多久 我那大嫂就怀孕了 这下好了 我老婆婆名正言顺地 借着照顾她的名义 强势地介入她的生活 说了不能闻味道大的东西 人家一个榴莲 一个榴莲的网家班 都说吃这个好 吃这个长胎 妈平时都不舍得吃的 说了有十五摘戒的习惯 到了那一天 她能做出八样头 那都是以前人的老黄历了 现在谁还摘戒 而且你还怀孕呢 这对孩子也不好啊 说了内衣裤可以自己洗 她非要给你放在洗衣机里一起搅了 哎呀 专家都说了 洗衣机是最干净的 比手洗药干净得多 到了孕晚期 嫂子说 妊娠期血糖有点高 不要能吃糖分高的水果 由于我公共是糖尿病患者 所以全家都懂这个 结果我老婆婆就是要买两个哈密瓜回来切了 劝我嫂子吃 妈 医生叫我控糖了 这个我不吃 你尝尝看 这个真的好吃 这个太甜了 不能吃 我婆婆当时脸不红心不跳的来了句 这是特意从新疆带回来的哈密瓜 一点都不甜的 你尝尝看 我嫂子当场就炸了 你跟一个新疆人说 新疆的哈密瓜不甜 这还不是罪绝的 等我嫂子剖宫产生了儿子后 医生也是交代 不要吃生姜大蒜等辛辣刺激的食物 怕刀口增生 结果那鱼汤里的生姜都快比鱼多了 炒蔬菜里面放了大把大把的蒜 大哥臭骂了好几次后 终于看不见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 只是你看不见了 人家做好之后 把生姜和蒜都挑了出来 一个月不到 嫂子的刀口就增生了 等宝宝长到六个月 能加腐蚀的时候 发现脉腐过敏 第一次吃米糊的时候 就进了抢救室 从那以后 嫂子就明令禁止 千万不能让她吃任何 含有面粉的东西 但我老婆婆就是不信邪 偷摸着旧药味 被嫂子拦下好几回 还要辩解说就一点点 这辈子都没吃过面粉 多可怜啊 咱们北方人 怎么能不吃面粉呢 我还没听说 谁吃面粉吃死掉了呢 也许是这个死字 彻底激怒了嫂子 她在家发疯 又哭又闹 以跳楼威胁要离婚 最后是大哥给她下跪了 并答应立刻跟她一起 回新疆生活 这才消停 等大哥大嫂去新疆生活了之后 家里只剩下我老公和她爸妈了 他们应该是在一起 过了一段相当不错的日子 直到我嫁了进来 一开始也没有一起生活 我跟张萱搬进了她爸妈 为她准备的婚房 每个月去他们那吃两次饭 几乎每一次去之前 都会问我想吃什么 然后从来没有在她家饭桌上吃到过 不是哎呀 今天我去看了 小牌一点都不好 就没买了 就是虾涨价了胃 一斤虾好买三斤鱼了 算了算了 再不然就是这个菜我不会做的 回头让你妈妈做给你吃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我把我想吃的告诉张萱 就说是她要吃的 嗯 回回都吃上了 包括上回我故意说了个佛跳墙 她妈硬是在家倒顾了一礼拜 还真让我吃上了 后来我妈看我和张萱都不会做饭 准备把家里的保姆让给我 我老婆婆才跳出来说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帮我们做饭 我早就听张萱嫂子说过她的光辉事迹 根本就不想跟她一起 结果是我老公公出面说服我 她一直对我挺好 我不愿意服了她的面子 加上我爸妈又一直说和 我只好答应了 没想到这就是我糟糕生活的开始了 我后悔死了 现在每天满脑子都是怎么逃离者这样的生活 我实在受够了每天鸡同鸭奖 以及不作为的丈夫 在这之前我完全没发现张萱是这样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 她把我和婆婆之间的所有矛盾都独立在跟她之外 每次发生争端的时候 她都会先隐身 等到装不下去的时候 再来当个礼中客 或者是端水侠 不是劝我冷静一点 就是劝她妈少说两句 顺带再道德绑架我一下 然后她还继续美美地过着妈宝男的生活 我只能说长得丑想得美 我妈听说我在张萱家受了委屈 气得一蹦三尺高 不管三七二十一说 要去会会这个老巫婆 我爸发挥了他家庭主心骨的作用 先安抚了我妈妈 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其实张萱这个人还好的 主要问题是出在他妈妈身上 我建议你跟他好好聊一聊 或者你带到家里来 我跟他说道说道 不要一着急上火就要离婚 看到爸爸妈妈期待和关切的眼神 我实在不好直截了当地说 我就是不想跟这个人过了 毕竟当初这人也是我自己挑的 还是有点不甘心吧 毕竟以前跟他妈妈分开住的时候 我俩也挺好的 结果这边想着先忍耐一番 等回去之后跟张萱商量分开住的事情 那边张萱他妈妈又开始坐腰了 我跟张萱正在外面吃饭呢 他先给我打来电话 西西啊 你给我买的那个电动车 怎么好像冲不进去店了 我一边吃饭 一边回他那你推到小区门口的店里 我在那买的 你让他看一下 他像是没听见似的 继续对着手机说到 他为什么冲不进去店呢 西西 你是不是买的不对啊 他有几个电池来着 妈 我也不是修电动车的 您推到门口 让专业的人看一下就完事了 哎呀 你说是不是充电器坏了 我去物业借个充电器来看看 我有点不耐烦 到你问我也不知道的 你推过去让人家帮你看看 他还在那边说到我看 这灯是绿的 应该没坏吧 但为什么就是冲不上电呢 在我快要崩溃之前 他挂断了电话 坐在我对面的张萱的电话又响了 张萱刚刚目睹了全过程 此刻也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 他妈刚说完他就回答道 拖到小区门口 那家电可以修 我清楚地听见他在那边说道 哎呀 早讲啊 我刚刚问了西西 他半天也说不明白 不然我不早修好了 张萱有点尴尬地挂了电话 说道 估计刚刚就是没听清楚 我一喊他就听见了 下次你说话别那么小声 他听不清 等会做得不对 你又埋怨他 看来还是要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才有效果 不然永远这么疼不痒的 永远都不会有改变 这就赶巧了 正好张萱要升职了 张萱在这个岗位 已经苦熬了五年了 这次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晋升 他一直很谨慎 谁都不敢告诉 连他妈妈都三尖其口 更巧的是 我也要升职了 上次去述职 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打算破格提拔我 我在家里接了个电话 正巧聊到这个事 于是我婆婆便跑来问我 我顺势就承认了 是的 公事期七到十五天 等过了这段时间 就能入职了 妈 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 哎呦 我又不出门见人的 我能告诉谁 对了 你大姨他们也不能说吗 我摇了摇头 特别严肃地说道 不能哦妈 万一被有心人知道了 去我公司故意使坏 那可就升不了职了 那你舅舅呢 我压着耐性说道 任何人都不能说哈 舅舅难道不是人吗 我话得这样难听又严重 可第二天晚上在饭桌上 他异常兴奋地说 哎呀 希希 妈太高兴了 忍不住把你要升职的事情 告诉你大救他们了 他们都为你开心呢 都是张轩娶你 真是娶到宝了 张轩抬头看了我一眼 赵丽梅说话 我筷子一扔 就发起火来 我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 为什么转头就告诉别人 哎 你舅舅能算别人吗 那是张轩除了爸妈之外最亲的亲人了 你升职大家都为你高兴的呀 等你公事期一过 到时候请大家吃个饭就行了 你舅舅说了 等级也不用太高 香香酒楼就可以 香香酒楼一桌起步就得六千块 还真敢开口 张轩听到公事期三个字 顿了一下 问我你们公司也要公事 会有考察期吧 七天的样子 他若有所思地在桌边坐了一会 看着我跟他妈妈吵得人羊马翻 一句话也没说就进房间了 第二天回家他就发了疯 他一回来就冲进厨房 跟他妈吵了起来 我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声音大的都要把房顶掀了 他爸爸着急地对我说嘻嘻 你快来劝劝 张轩一回来就跟你妈吵起来了 我听半天也没听明白 这次不用我说什么 张轩对着我就吐槽道 你前天是不是跟我妈说了 你要升职的事情 估计他把考察期听成公事期了 回我舅舅那边一说 不知道被哪个杀千刀的 立马就猜出来 是我要升职了 剔了几张照片 发给我领导说我私生活不检点 本来就四个人竞争一个港的 领导问都没问 直接把我吓掉了 我婆婆满脸不服气地站在那还要辩称 西西当时说的就是公事期呀 我不可能听错的 我望着他问道 这重要吗 妈 就算是我说错了 那当时我有没有跟你说 千万别跟任何人说 怕节外生枝 他嚷嚷道 那我哪里知道是萱萱要升职啊 我要是知道是他 我打死也不会说的呀 他说完这句之后 我公公都震惊了 他在一旁道 难道是西西你就能出去胡咧咧了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孩子们的事情你不要插货 你非要不听 现在惹出祸事来了吧 我在一旁委屈万分到 他哪里是不听别人说话 他就是单单听不懂我说话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话要是他儿子说的 他能当个圣旨遵守 我说的那就是放屁 我能不能升职加薪 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我公公在一旁左右为难 一边是狂怒的儿子儿媳 一边是委屈的老婆 他长叹了一口气 坐在沙发上扶额 我婆婆还在哭诉中 这是她的拿手好戏 尤其是面对张轩的时候 所以说人就是做得多错得多 我弄给你们吃喝 给你们洗衣服 到头来还要埋怨我 我这个要一天疼到晚 你们有哪一个问过我死活 全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在这里家里一点话语全都没有 我就是个罪人 他声泪俱下 一边说一边还不忘观察张轩的反应 按理说平时不到这一步 张轩就会低头了 可这他完全失算了 他儿子气呼呼地站在那 他越说他脸色就越难看 他根本没想明白 他儿子从前那么宽容 这次这么计较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因为以前受到迫害的人是我 康他人之楷谁又不会呢 这次倒霉的人变成他自己了 他自然不会轻易原谅了 这千轻轻难逢的升职机会 下一次再轮到他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人到中年的职场 尤其是公务员 更是难上加难了 张轩起伏的胸口正说明着压抑的怒气 不知道这次他是否能够懂我的感受了 不过不重要了 感同身受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再说像张轩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根本无法跟任何人共情 所以他说出的话也更伤人 只见他对着他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说道 我总算知道我哥为什么要带着嫂子离开家里了 这一句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公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婆婆停止了哭泣 她用颤抖着的双手指着我老公 骂道 张轩 你讲的还算是人话吗 你跟你哥一样 都是畜生 为人子女 对父母不孝不顺 天理难容 我对你们不好吗 你跟你哥 我哪样不是面面俱到 到最后来我倒成了大恶人了 她又指着她老公说道 你就惯会做好人 家里就我最坏 她语路均沾地骂我还有你 许希希 你别以为自己挣两个臭钱 你爸妈有两个臭钱 就在我家嘚瑟 我告诉你 咱们老张家 没你说话的份 大吵一架后的家里异常地安静 直到后半夜 有人砰砰地敲我们的门 公公的声音传来 萱萱啊 你起来一下 你妈嘴好像张不开了 张轩呼声比她爸说话的声音还大 我赶紧把她推醒了 一家人匆匆忙忙地跑去了医院 一看是智齿发炎了 过了几天消肿后 我婆婆就把那颗智齿拔掉了 那牙的位置不太好 拔的时候缝了好几针 半边脸都肿起来了 话都说不清楚 更别提吃东西了 第一天晚上 我买了鸡爪 指着那鸡爪问我婆婆 妈 这是您喜欢的那家买的 吃俩 她摆了白手到我嘴巴张不开 吃不了 你吃吧 第二天晚上 我蒸了螃蟹 问我婆婆 这您总能吃了吧 她摇了摇头 你吃你吃 我真吃不了 张轩那天下班晚 带了点烤串做宵夜 我一边吃 一边招呼我婆婆 妈 烤串呀 楼下老张的 您平时不可爱吃了 我婆婆把手中的杯子 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 走到我面前 口齿虽不清楚 但声音巨大道 许兮兮 你是不是存心的呀 你明明知道我吃不了 为什么要一个劲地 窜多我吃 是想看我笑话吗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说话 昨天我就说了 我不吃我不吃 我就说你这个小妮子 从来都不安好心 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说完话 她可能是觉得牙疼 一直捂着嘴巴 眼神却一直 恶狠狠地盯着我看 那样子 仿佛要把我吃了 这次张轩总算没有 祸悉尼了 她望着她妈说道 之前你不就是这样 对西西和嫂子的吗 嫂子说了 孩子脉肤过敏不能吃 你非要喂 西西说了 不能吃发物 吸肉会复发 您做了一礼拜的秋茄子 西西说了 不能挨阳眉 您非要用装阳眉的碗 给她装饭 怎么事情到您身上了 您立刻就发飙了呢 你看 张轩什么都知道 她心里跟明镜似的 她明知道你生气 明知道你憋屈 她就是看你挣扎 看难受 只要不伤害到她的利益 她可以理直气壮地 当个哑巴 等她感受到切腹之痛时 她会化作最利的刀 把矛头指指那个伤害她的人 幸好 我早已看透了她 或者说 其实我应该感谢我婆婆 她像是我这段婚姻的试金时 让我清楚明白 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想 我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我绝不能跟这样的男人 蹉跎一辈子 这一生 我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经历过呢 我还没有怀过孕 还没有生过孩子 还没试着当一个好妈妈 这样多的阶段 我如果要跟眼前这个男人一起度过 我都不知道我会经历什么 我想 爸爸妈妈会理解我的 等忙完升职这段时间 我是时候要离开了 是时候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没过两天 好不容易牙消肿的老太太 去做了个全身体检 查出来了十三项异常 这一下 可惊到她了 赶紧召集儿子儿媳和老伴 开家庭会议 小辈一个没来 只有我这个倒霉蛋 正好在家 我拿起那体检报告 看了下 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一堆 最严重的是 有个子宫肌瘤还挺大的 医生建议手术摘除掉 或者直接把子宫拿掉 老太太眼泪直流 诉说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 到老了生病 居然无人问津 老大不接她电话 老大媳妇把她拉黑了 老二加班没回来 她对着我说道 西西 这次妈生病 你得请假下来照顾我吧 我老公公赶忙到我请假吧 西西正事业上升期呢 请假不好 我婆婆朝她翻了个白眼 你去不方便 我不要你 妈 如果你觉得爸去不方便 那就请个女护工 叫你儿子出钱救世了 什么 我有儿有女的 凭什么请护工 见我没搭话 她指着我义愤填应道 你从嫁进我家第一天起 我就把你当闺女看 没想到我一生病 你就是这副嘴脸啊 许西西啊 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 我老公公还在试图打圆场 西西刚刚升职啊 现在年轻人工作多不容易啊 我不管 她要是不请假照顾我 我就叫我儿子跟她离婚 不孝顺公婆的 叫什么儿媳妇 在古代 她这种既不肯生孩子 又不肯做家务的 不知道被修了多少次 还能在我们这样的人家 过好日子 我松开录音箭 把这一段发给了张轩 然后当着她妈的面 跟她发了语音 你妈让我跟你离婚 明早咱们明正局见 今晚我回我爸妈那边去了 我前脚刚到家 张轩后脚就到我家了 她陪着笑脸 跟我爸妈说了许久的话 还伸手过来拉我 央着我跟她一起回家 她本来还信心满满 后来看着我一脸冷漠 她也有点不耐烦了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呢 我都来给你道歉了 也亲自来接你了 难道你要我妈一个病人 来跟你道歉啊 你不会以为我跟你提离婚 是在你面前拿桥吧 张轩 你是不是对我也太不了解了 我说离婚就是真的离婚 你妈说的话只是一个契机而已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跟你离婚 完全是因为你妈吧 她拧着没到那还能因为什么 我妈那个人是不怎么好相处 但我后来不是一直站在你这边吗 你那是站在我这边吗 你那是因为你不能生职的气还没消呢 借着我的事情跟你妈撒火呢 等撒完火了呢 你跟你妈又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 我呢 我就是个罪孽深重的 影响你们母子感情的恶人 张轩的声音高了起来 那你叫我怎么办 那是我妈 我哥已经不理她了 难道我也不理她 那不是逼死她了 我爸听到张轩的语气不太好 也有点不高兴了 行了 跑到我家来跟我女儿大小生了 你也太拿直击当回事了 你妈妈生病谈离婚 确实不太合适 你先去医院照顾你妈妈吧 你跟西西也都冷静一下吧 张轩回家的当晚 我就把离婚协议发了过去 考虑好就签字 你妈出院 咱俩领证 过了好几日 我妈从医院看望张轩妈妈回来 她拉着我 讲了好半天八卦 我去看了你婆婆 就你公公在那 我听隔壁床说 两个儿子儿媳一个都没去 电话都没打一个 有点凄凉的哦 听说还是把子宫拿掉了 医生都说到这个年纪了 拿掉反而比较保险 我妈看了我一眼才继续说到 在那跟我说你坏话呢 我说你在家的时候 就被我养得娇滴滴了 总不能去她家吃苦的吧 又过了几日 我妈神神秘秘地跑到我房间 听说你那个大嫂回来了 带着你大侄子 去了病房 连哪个是她奶奶都不认识 给你老婆婆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你婆一开始还拿桥呢 以为人家是来看她的 结果人家是来签户口 因为你老公公在医院陪护 没法回家 人家只好来病房拿钥匙 你大嫂一句话都没跟她说 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说是看起来比杀人还冷酷 我跟这位传说中的大嫂 只在网络上有过短暂的交流 听到她这种态度倒也不意外 毕竟她一直对儿子差点被喂面粉这件事耿耿于怀 她的原话是第一次被米户送进ICU的时候 张成妈就站旁边看着呢 很难怀疑她不是故意的 我绝对不会原谅她的 张轩最近这几日总往我爸妈这边跑 我并不怎么搭理她 知道她来了我就加班 她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回 所以一般最多到八点 我爸就会撵她滚蛋 你不走兮兮都不回来 太晚了不安全 打电话一概不接 发信息只问她妈什么时候出院 她发长长的信息跟我忏悔 最后来了一句 我为了你都没去医院看我妈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太典型了这男人 明明是他怨恨他妈妈将他的生活搅得一团乱 自己不愿意面对他 却要把锅扣到我身上 太可笑了 越是时间长 越是经历事 才越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本质 我爸终于也不再为他说任何话 做任何解释了 他说离了吧 我女儿离了谁都能过 张轩妈妈可能是知道了什么 硬是在医院住到医生劝他回家 他在病房没别的事情做 就整天打电话给我妈 一边诉苦一边劝说 希望我妈说服我千万别跟她儿子离婚 我家老大已经不理我了 萱萱要是再不理我 我还要不要活呀 你跟西西说 等我出院了 我上门给她道歉 给她磕头 给她下跪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跟萱萱离婚 她也在微信上给我留言 声泪俱下地跟我道歉 求我千万要给她儿子一个机会 发了两天 我就把她拉黑了 过了没两天 她出院后跑到我家里来了 带着许多补品 坐在我家沙发上跟我妈说 亲家母 今天西西不跟我回家 我就在你们家不走了 我爸妈被她这个操作惊呆了 赶紧打电话给张轩 让她来接走她的温神母亲 张轩打来电话的时候 不耐烦已经冲出天际了 你去西西家做什么 你又想干什么 我来帮你劝西西回家呀 你怎么这样子跟你妈妈说话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回家去吧 等我有空了去看你 说到这她就哭了起来 有空有空 我住院到出院都半个多月了 我连个人影子都没见到 我不走 走了你跟西西就要离婚 离婚了你就更不会回家了 张轩被她气狠了 立刻道理 我马上就跟她离 你别待在别人家祸祸人了 本来以为还要有些波折的离婚 竟然因为她妈妈的搅局 变得顺利起来 签字的时候 张轩还有点犹豫 可她又想到什么事的 飞快地签了字 临走时 她问我能不能拥抱下 我冲了摇了摇离婚证 大步走了 过了很久 张轩给我发信息 问我为什么不能像她嫂子 跟着她哥那样 坚定地跟着她 我没回她 她至今连这个问题 都没想明白 婚姻这玩意 她是一辈子都过不明白的 就像她这永远生不上去的官职一样 她刻薄母亲的名声传了出去 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尊重的人 谁敢给她机会呢 后来我还听说 她妈妈因为见不到儿子 也见不到孙子 在家里整日整夜地哭 哭坏了眼睛 不过我想 这种日子她也是乐意过的 毕竟这种日子是她自己选的 前夫在官场苦苦挣扎 只为那五千块的工资 婆婆在家里夜夜啼哭 只为儿子的回首 我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婚前测试男友 结婚前 爸妈让我用一张假彩票测试男友 毕竟我家是亿万富翁 可得知我中了两千万 男友就迫不及待地 让我帮他买上百万的豪车 还拿着我的钱 给他爸妈买房 我刚拒绝 他就把彩票偷走 踹了我跟女同事在一起了 还骂我这种穷鬼 没有发财命 亲爱的 我买彩票中奖了 把彩票照片和开奖图 发给男朋友陈强 对面先是发来三个问号 随后直接谈来语音 悠悠 你说真的 真的中奖了 他声音颤抖 得到肯定回答之后 立刻欢呼起来 你在哪 我现在就来找你 我下意识回头 看向沙发上的爹妈 就这么一秒没回话 陈强又急到 怎么不说话 我爸我妈在沙发上 狂翻白眼 对着我做了几个口刑 我撇撇嘴 赵说 我在家 那我现在就过来 你等我呀 不等我说什么 他就挂了电话 我爸直接跳起来怒吼 一听到 钱恨不得蹦起来 这小子不能处 我拧眉 这不就是普通反应吗 你听到别人中奖不激动 陈强是我大学时期 交的男朋友 也是我的初恋 他虽然家境不好 但温柔体贴又阳光 经常给我带早饭 又给我站坐改论文 照顾得无微不至 还帮我赶走了 骚扰我的混混 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神仙男友 我也觉得 最近由于他工作不顺 我们吵了几次 抹眼泪的时候 被我爸看见了 他一问 发现这段恋爱里 经常是我给陈强买礼物 他很少给我买时 极力要求我们分手 我不从 他家里条件不好 我多给他送点怎么了 干嘛因为这个分手 难道世界上 只有有钱人 能谈恋爱 我妈按住暴怒的我爸 提出让我们各退一步 对他进行一个测试 毕竟我们家以后 都是你的 你丈夫的人选 我们还是得 好好观察一下 你说是不是 爸妈白手起家 资产我 具体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大概是亿万那么多 但他们一直约束我 在外面吃穿用度 只跟普通小康家庭的孩子 保持一致 免得路财招灾 是以陈强并不知道 我家的真实情况 我坚信 陈强不是爸爸说的那种人 答应了我妈的提议 所以有了今天这一出 彩票是假 测试是真 见我顶嘴 我爸气得又要来教训我 我妈把他按住 你现在和他说再多都没用 等他亲身感受完 他就知道了 他肯定能通过测试的 我相信他 丢下这句话 我气呼呼地离开别墅 前往平时租的小公寓 不一会儿 陈强也到了 他匆匆进屋 确认过彩票数字都对上了之后 他直接抱着我尖叫起来 还亲了我额头两下 太好了 悠悠 你真的太棒了 我窝在他怀里 感觉到久违的温馨 最近我俩都在吵架 气氛好久没有这么好了 对了 陈强抱完我 直接亮出手机上一张图 我一看 是他之前很想要 但是舍不得买的球鞋 现在市场价直接上万 他冲着我撒娇 老婆 你现在是千万富婆了 能不能给我买这双鞋 你最好了 我想起我爸刚才说的话 他说 接下来 陈强肯定会狠狠问我要礼物 但我平时也经常送他礼物呀 再说 这个礼物的价格对于奖金 根本不算什么 我果断点头答应 没问题 老婆你太好了 陈强激动万分 又紧紧抱了我一下 还跟小狗似的给我捏腰垂腿 我被逗得直乐 闹了一会儿 却见他偷偷在一旁抹眼泪 没事 陈强红着眼眶 我只是觉得太好了 终于熬出头了 我也不由地酸了鼻尖 陈强家境确实不太好 小地方出身 但一直都非常努力上进 我真的觉得他值得 欢心过后 陈强拉着我 坐在阳台上看月亮 他说起前段时间 被公司里的富二代嘲笑 连一辆像样的车子都没有 我正心疼呢 他又握着我的手说 老婆 你看你中了这么多 就算交完税 也还剩一千六百万 等我们结婚了 给我买一辆 我之前和你说过的车 我眨眼 一百多万那辆 陈强微笑 嗯 一百万的车 客观来说 已经算是超级豪车了 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陈强就抓着我的胳膊 撒起了胶 老婆 你难道忍心 看我继续被他们说吗 买了之后 我以后 也不用担心被嘲笑了 而且咱们结婚以后 肯定也是要用车的 要买就买稍微好点的呀 而且宝贝 一百万而已 你中了那么多呢 这不算什么的呀 我猛然 又想起我爸说的另一句话 他说 陈强肯定话里话外 会和我提结婚 目的是想要趁早把我的钱套住 而且要的东西会越来越贵 如果我不买 他就疯狂打感情牌 还会差一点道德绑架 怎么全都被爸爸说中了 我有点慌了 接下来 陈强一直和我畅想着未来 他问我什么时候 能安排两边家长见一面 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什么样的婚纱 如果是往常 我听到这些 一定高兴奉了 但现在我听到这些 脑子里一直不断回想着 我爸说的那些话 明明陈强说的话 也没什么不对 但我居然忍不住 产生了一点怀疑的情绪 从前提到结婚的事情 他总是会说 事业为主 现在就不需要 批事业了吗 他现在和我规划未来 是真的因为爱我想要和我结婚 还是只是为了我的钱 不 不会的 我们感情这么稳定 如果没有经济压力了 不是理所应当要结婚的吗 干嘛这么严肃 嗯 陈强忽然笑着捏了捏我的脸 不用这样 其实只是一点小事而已 啊 我慌乱硬着 勉强扯了扯嘴角 其实我刚才心乱得要死 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 陈强道 不过咱们结婚之后 还是得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和长辈住在一起 容易拘束 虽然不知道他刚才说的是啥 但这一句我十分同意 所以到时候 只要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 给我妈买套房子就行 我瞪大眼睛 什么 陈强眉头皱起 脸上浮起不满 但等我再去看的时候 好像又只是称怪 怎么这么惊讶 我刚才不是给你算过了吗 陈强掏出手机 打开计算器点点算算 你看啊 去掉买车的钱 咱还能剩下差不多一千四百万 车子买了 房子肯定也得换 以后孩子要上学 咱得买个学区房 还得找个好学校 我看星河湾就很不错 我 星河湾是我家开发的 最低六百万一套 说着 它在计算器上减去六百 这样还剩下八百多万 以后咱们孩子还要上学 咱们日常 还得留下一些 这样 咱们可以结余下三百万 你刚刚不也很担心 我妈吗 她一个人住在老家 现在工作了 一年都难看见我一次 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 咱们做子女的孝敬老人 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别扭的情绪又加重了 陈强的神色逐渐淡下来 眉头不加掩饰的宁起 你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但 她是不是计划得 有点太理所当然了 照她这么说 我爸妈也需要赡养啊 怎么一点都不给我爸妈胜 这可是我中的奖啊 我把这些说给陈强听 陈强敏纯道 悠悠 你爸妈有退休金 在本地也有自己的房子 根本不需要买 但我妈不一样 她只是一个农村妇女 比起你爸妈 她更需要这些不是吗 我愈发迷糊 不是 那我呢 我中的奖 没有一点用在我身上 陈强摇头 不是已经用来买房子车子了吗 悠悠 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 就别老想着享乐了 当天晚上 我们不欢而散 我们争论了许久 她最后丢下一句 悠悠 我从来没想过 你居然这样防着我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作自己人 然后就愤而摔门离开了 发出的巨大声响 让我的心也空气一颤 我爸其实还说了最后一句话 他说 等着人要不到钱的时候 才是他的真面目显露的时候 从前陈强从来没有对我大声过 更别说摔门 我躺在床上 胸口一阵阵发堵 他给自己打算好了奢侈品 还有车房 给自己的孩子和妈 也打算好了东西 怎么只有我什么都没有 他指责我没有把他当自己人 那他呢 有把我放在心上吗 眼泪流个不停 我上网想刷一些搞笑帖子 回复心情 结果刷到一个博主 在念粉丝投稿 这个投稿大意说是自己家境不错 男朋友对自己很好 但就是不给自己花钱 问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 这简直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吧 一看评论全都让他快跑 亲身教训 你能得到多少 就说明你在他眼里值多少 一毛都不花的 你自己掂量掂量 他都不花钱了 再不对你好点 怎么把你这富家女绑住 拿手机的手 微微颤抖 我以前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只觉得 愿意为我做这么多类人的事情 肯定是喜欢我的 如今 我真的不得不承认 陈强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纯白无瑕 也没有那么在意我 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在意我 本来还以为 我碰见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初恋 他是一开始就这样 还是说 只是最近接触社会了 才变成这样的 我哭湿了大半个枕头 沉沉睡去 梦里 我看到了过去和陈强在一起的点滴回忆 此刻好像被虫爬过一样充满了异样感 醒来时 眼睛肿得和核桃一样 一看手机 发现凌晨五点 陈强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老婆 我最近工作太累了 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说话太重了 我们今天见一面好不好 我向你道歉 我真的很后悔 我不该那样对你的 我们今天见一面 好好说话 好不好 他给我发了很多认错的消息 我一条条看下来 心里却一点也不高兴 反而是止不住的怀疑 他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还是说 他其实是怕我生气了 不给他买东西 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才这样的 我思虑再三 还是答应了 终究我还是念着 这三年的感情 不愿意相信 他真的是那种卑劣的人 消息发出去之后 他秒回 好 晚上我来你家 魂不守舍了一天 晚上 他拿着鲜花蛋糕 来到我家 鲜红玉滴的玫瑰塞进怀里 我觉得有点心酸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给我送这么多花 以前情人节 他都只送一朵 悠悠 你彩票还在吧 感觉有点奇怪 但我还是点点头 从口袋里拿出来 看见之后 陈强松了口气 快收起来吧 这东西很重要 可不能弄丢了 我不慎在意地放进口袋里 心思沉重 一张假彩票 有什么好重要的 陈强随后又抚了一下我的眼眶 昨天晚上一定委屈哭了对不对 对不起 真的 我一下子就觉得委屈了 眼眶又红了起来 陈强立刻和我道歉 真的对不起 悠悠 他一脸忏悔 最近我妈身体很不好 老说自己没几日活头了 想多看看我 我听着难受 这才 没说完 他哽咽起来 我心头一跳 忙到 阿姨是生病了吗 嗯 以前积劳成疾 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病加在一起 一直在卧床 愧疚感瞬间涌了上来 虽然我还没见过陈强他妈 但他身体不好 我是一直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阿姨的情况 没事 宝贝 陈强强撑起一个微笑 本来嘛 也不想让你操心的 陈强把蛋糕拆开 为我吃蛋糕 又说 悠悠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才会这么详细地计算我们的未来 我知道我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凶你了好不好 我贬着嘴点点头 如果是为着阿姨的事情着急上火 我能理解 若是我碰见同样的情况 我也会着急的 我们两人又坐了一会儿 蛋糕还没吃完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走到一旁接起来 结束就回来到 公司有点事 我要回去加班了 我拧没 怎么这个点还要人加班 项目很急 其实我是请了假来找你的 我愧疚更胜 工作要紧 你赶紧去吧 带他走后 我开始收拾房间 下意识一摸口袋 眉头皱起 彩票没了 再一摸另一边口袋 也没有 桌下椅子下 全都找了一遍 全都没有 想起刚才 陈强着急离开时 手好像攥着什么 我浑身颤抖起来 难道他刚才抱着我道歉的时候 其实是在掏我的口袋 不可置信之下 我赶紧拿出手机发消息 结果上面 跳出了红色的感叹号 我被拉黑了 我如坠冰枯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不信邪 游魂似的 在整个房间里找了一遍 最后跌坐在冰冷的 地上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昨晚我想了那么多种可能 想过他可能和我分手 想过他可能会徐徐徒之 但他今天一来 我还是选择了相信他 我刚刚才把那些顾虑都打消 全心全意相信他 只是一时着急 才会做出昨天的事情 结果一切都是他的预谋 他做出一派温柔认错的模样 实际上只是为了来把彩票偷走 我做梦都没想到他居然会直接来偷 原来我自以为完美的初恋 骨子里竟是一个这么卑劣的人 他装得真好啊 装了三年 我被骗了整整三年 浑浑噩噩回到家中 我爸本来还想说几句 结果一看见我的脸色 马上晋升了 我抽抽大大地把事情讲了一遍 我爸暴跳如雷 大骂陈强不要脸 我妈则是冷笑 难受就行 难受就能记住 下次就不会傻乎乎 盲目相信别人了 我爸一甩手 哎哟 孩子都难受成这样了 你就不能安慰两句 我妈敷衍 彩票是假的 这次还不是最大的万幸吗 也是 我抹着眼泪点头 随后又很解气地笑了 陈强现在应该马不停蹄地跑去对讲了吧 不知道他发现那张彩票是假的时候 会是什么表情 第二天 我是被我朋友的电话吵醒的 朋友的声音很兴奋 哎 悠悠 我逛街看见陈强在道尾买包 咋的 他突然有钱了 我一懵 他居然没直接去对彩票 我朋友突然一声尖叫 卧槽 我瞌睡虫直接被赶跑 愣道 怎么了 陈强还带了个女的在旁边 包是给他选的 我拍照了 你快来 我 啥 有没有搞错 他昨天才把我拉黑 今天就去给新人买东西去了 坐在自家车上 我看着朋友发来的照片 气得浑身发抖 照片里 陈强和一个女人亲密的挽着手 陈强手上还拿着个包 低头好似在轻声询问女子的意见 而那个女人 我是认识的 是他公司里的同事 之前 我们大吵一架 我抱着一腔委屈 去他公司找他 结果远远的就看见他和这个女同事 并肩笑着走出来 当时我直觉那氛围不对劲 冲上去就和他理论 结果他说我太敏感 他们只是普通同事 普通同事 一起看包 他和我交往三年 别说送我包了 总价超过一百的东西都没送过 原来 原来只是我不配啊 一滴泪啪哒 掉在屏幕上 车子却恰好停了 我家和这个商场离得很近 开车只要十分钟 我一把抹去眼泪 下车 远远的就看见了那两人紧贴的身影 手上一堆手提袋 看来是已经买了不少了 朋友有急事先走了 我自己直接冲进店铺 里头几个人都被我吓了一跳 我恨恨地看着陈强 陈强只看了我一眼 眉头就死死皱起来 蒋悠悠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跟踪我 你怎么这么恶心 还没等我开口 他旁边的女同事又开始叫了 哦 我记得你 你不是他前女友吗 他上上下下扫了我一眼 满脸不屑 我说你要点脸吧 我们全公司都知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陈强落魄的时候 你嫌他穷 跑来公司和他吵架 还把他一脚踢开 现在发现人家彩票中了大奖 就舔着个脸回来纠缠 我瞪大了眼睛 拳头钻紧 我只去他公司找过他一次 原来他是这么说我的 昨晚的事情 又变成了这种说法 好啊 好手段 好话术 这样就算我说他来我这儿偷彩票 也没有人相信 只会觉得是我纠缠他未遂放出的谣言 只一个晚上 就完成了偷彩票 策划后续 散布谣言 直接找下家的操作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心思这么狠毒 此时此刻 我真是感谢我妈我爸 要不是他们让我弄这一手 我可能被骗到死 都不会知道他的真面目 我怒到 陈强才不要脸吧 他以前连超过一百的礼物 都没有送过我 现在居然有脸在这里充大款 你彩票钱到手了吗 你就装 那女同事又冲锋 土鳖 没中过彩票吧 彩票站双休日不开门 还没拿到钱 就敢乱花 那可真是正正好呢 陈强看着我吃笑 蒋悠悠 你家或许是不错 但我现在有钱了 已经是你购不到的高度了 你知不知道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多难受 他提起手中的购物袋 现在好了 我有钱了 你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只能说 你这种穷鬼 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 我笑了 他在说什么鬼话 是在自我介绍吗 我是穷鬼 那他这种靠穷鬼养的是什么 这点东西还够不到我每个月的买量 行啊 你现在有钱了是吧 我掏出手机 翻出给他转账和买礼物的各种记录 那你来把这些礼物钱还一下吧 陈强脸色一变 我继续道 我这三年花在你身上的钱 林林总总算下来六万左右 哦 对了 我直指他身上的衣服 你身上这套西装 也是我买给你的 就算八千吧 再加加减减别的 一共七万 你要怎么付 那女同事看到聊天记录 嚣张的表情凝滞了一下 她刚还说过我从前一直花她的钱呢 陈强更是脸色铁青 是没想到我从前对她百依百顺 现在居然会当面亮证据下她的脸了吗 旁边刚才还白眼看人的导购 眼神也变得微妙起来 我一阵解恨 怎么 你不是很有钱吗 不会连这点都拿不出来吧 还是想要赖账 从前我被骗得团团赚 在她身上花的那些钱 我要全部拿回来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陈强只静了一秒 就咬咬牙 让我把收款马亮出来 飞快地赚了我七万块之后 她恨恨收回手机 破口大骂 讲悠悠你果然小家子气 就这么一点钱 居然还问我要 我就当送你了 反正我很快就要有八位数进账 这点东西不稀罕 我笑而不语 陈强看着气得不轻 转头就对导购大吼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她赶出去 她可不会买 我的眼睛昨晚哭肿了 今天出来的匆忙 根本没有好好打扮过 还是平时那朴素的装扮 甚至更憔悴 眼看导购就要来赶我 我冷笑一声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顿了一下 还没说话 陈强就吃笑了 你什么底细我还不清楚 有几个小钱而已 三年了 身上从来没有什么奢侈品 还在这儿装模作样 贵姐还是有点谨慎 结果陈强旁边的女同事 居然直接来推我 穷鬼赶紧滚 我不妨 身子一个猎切 眼看就要跌倒 突然身后一股力 把我撑住了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推我的女儿 我妈踩着高跟鞋 走进来 冷冷盯住 推我的女同事 说着 又看向导购 你们这儿怎么培训的 刚才是想往外赶顾客 我妈平时在家里 都是很随意的状态 但今天 她完全就是 火力全开的装扮 身上一套不下十万 直接镇住全场 我傻住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出门之前 不想让他们担心 明明说是去找朋友啊 我爸急成了老嫂子 你那样 一看就不对劲 我们担心你啊 就跟过来了 我眼睛煞食一酸 我真是个不孝女 又让他们担心了 所有人都被我妈镇住 导购一动不敢动 陈强警惕地站在原地 盯着我们一家人看了一会儿 突然大笑起来 讲悠悠 真有你的 她眼泪都笑出来了 为了撑场面 居然找来这么两个人 撑场面 还给买了一身假货 这女的身上的衣服 一看就是假的 根本没有这种花色 还有这男的手上的表 拜托造假 也走点心 这块表全世界就十块 能到你手里 女同事顿时花之脸 陈强 你懂得好多呀 那是当然 就她的家里我还不知道 还搁这儿装 有没有可能 表示真的 衣服是定制款 我妈悠悠地瞥了我一眼 我挪开视线 倍感丢人 好丢人啊 我怎么从前会这么迷恋 这种货色 忽然门外紧急停了一辆小车 一女子冲进来 直奔我们一家 哎呀 蒋总苏总 你们怎么亲自来了 有什么想要的款式 让我们送过去就好了呀 说着又瞪向导勾 傻着干什么 这么久 还没给客人上茶点 让你记得大客户 你怎么一个都没记住 我说话不好使是吧 说完又搓着手转向我 蒋小姐 您打电话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 陈强脸黑了 我在路上就叫了经理过来 我指着陈强和那女同事 冷冷道 这两个人在这儿 恐怕对柜店的格调有所影响 经理立马反应过来 客气地走到陈强他们面前 二位客人 你也听到了吧 是您自己走 还是女同事瞪眼 赶我们走 我们可是客人 经理微笑 是 但蒋小姐是我们这儿的熟客了 最高级的VIP 所以您是自己走还是 最高级VIP 陈强不可置信地看着经理 你开玩笑的吧 他怎么可能会是 他家明明 没等他说完 经理微笑着叫来了保安 店里清静后 经理说了一堆赔礼道歉的话 刚才的导购瑟瑟发抖 看见陈强吃别 我心情好 白白手直接随他们去了 我们一家人在店里买了一堆东西 又逛了好几家店 从最后一家店出来一看 陈强居然就在不远的地方 双目赤红地看着我 我对着他嘲讽一笑 上了车 我爸得意的一掌拍在腿上 幸好我有仙剑之名 把我们家最贵的车开出来了 嘖嘖 看那小子的脸色 臭得和什么似的 估计现在正后悔 这么对咱们悠悠呢 爸爸很是解气 还在喋喋不休地说 我的手机却震了起来 我一看 陈强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 发了一大堆话 陈强 你爸妈是横见的老总 你家分明这么有钱 以前都在骗我 蒋悠悠你要脸吗 我对你怎么也算挺好的吧 你家开大剧 每回给我买礼物 就买那么些 怪不得彩票没了你这么淡定 也不追着找我要 合着是你一直都在装 我刚要回复 这最后一句话就撤回了 他还没反应过来 彩票可能是假的 我吃笑 陈强你要点脸 谁规定我一定要在你身上花大钱 你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吗 陈强回得飞快 所以你其实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是吧 我就知道 你每次给我买东西 心里都觉得施舍我很爽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 呵呵 还好现在我也有钱了 你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我气得吐血 这人真是时时刻刻都在突破我的想象 陈强 你以前装得好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过 但现在我确实是看不起你 一个人只要心地善良正直 兢兢业业 就算没钱 也值得尊敬 值得被爱 但像你这种人 就算有钱了又怎样 不过是从穷人渣 变成有钱人渣而已 本质都是惹人看不起的渣 喷完陈强 我把他拉黑一条笼 第二天 爸妈给我带回来好多消息 说陈强在高级酒楼 请全公司吃饭 结果在吃饭中途 把之前让他各种加班的经理 臭骂一顿 他大声宣布 自己马上就有钱了 当场辞职 还充大款发了好多红包 有这么个出名世纪 以后夜内难混 他还跑去买房子了 和他妈一起去的 掏首付的时候 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傻住了 首付 他妈 他家不是很穷吗 彩票是假的 根本没钱 他怎么就能付首付了 他妈不是卧病在床吗 咋的一听到有彩票钱 直接医学奇迹了 我爸嘎嘎嘲笑 说他妈红光满面 中气十足 一看比我都健康 根本不是生病卧床那块料 至于家里穷那 更是无稽之谈 他爸还活着呢 家里在农村有自建房 也有地 估计是把农村的房子卖了 然后凑的首付 我大跌眼镜 原来这些都是 为了博取我的同情心 骗我的 我还以为他有多孝顺呢 合着为了骗钱 连自己妈妈命不久已 这种事都能拿来编 真的是毫无底线 我捏紧筷子 想起自己曾经心疼他的模样 就想狠狠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他看见我被耍得团团转 一定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吧 我气得深吸一口气 不一会儿又笑了出来 真想知道 这人要是发现被他当成救命稻草 安身之本的彩票是假的 会是什么表情 周一如约而至 今天是我和陈强分手的第三天 也是陈强即将发现彩票是假的日子 这日一早 我就神清气爽地起床 沐浴焚香 准备迎来神圣的一刻 果不其然 到了下午 我收到了一堆来自陌生号码的电话 和短信轰炸 蒋悠悠你拿假彩票耍我 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害惨了 我工作都辞了 首付都付了 我告诉你 这一切你必须负责 要是不赔偿我的损失 就别想善了 我挑眉 什么彩票呀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是嫌你没钱和你分手了吗 这彩票是你自己买的呀 他之前的说法 这下我全部还给他 陈强气得要死 连打十个电话过来 都被我拒接了 行 你不给钱是吧 你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 我直接无视 他还敢给我发传票 我还要发呢 昨天热心好友给我科普 虽然他偷的是假的彩票 但还是可以按偷窃拘留 当天晚上 我做死报的时候 还在同城新闻小视频里 看见了陈强的身影 一男子假造彩票 携全家领奖 被工作人员当场发现 视频里陈强的脸上打了马赛克 但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他像是得了疯病一样 一直对着工作人员吼 怎么可能是假的 你们肯定是弄错了 工作人员一开始还好言相劝 但没过多久 就只能无助到 你们再这样 我们就报警了 他妈果真和我爸说的一样 榜大腰圆中气十足 还打了一个小姑娘 俨然一副造假不成就发疯的姿态 场面一度混乱至极 后续好像打人的陈强妈被拘留了 评论区还有他的同事出来捶他 说他这两天狂得很 没想到彩票居然是假的 真是笑掉人大牙 他之前还发了一堆红包 今天听说还去找那些抢到的人 让他们还 谁理他呀 这种行为都能做出来 看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到这一步 我心里的火消了不少 转而涌上来的是一种荒唐感 当年帮我带早餐 赶走流氓的人 居然现在是这种模样 同一个人的两面 居然差别这么大 真叫人唏嘘 晚上 我妈过来找我 说有个男孩子 让我过两天去见见 我有点抗拒 我才刚经历了惨烈的分手 分手了 不是正好 你要是有男朋友 还不能介绍呢 我妈一脸骄傲 我告诉你 这孩子 我知根知底 人贫好长的帅能力也行 和咱家也是门当户对 我 除了最后一条 我以前看陈强也是这样 哎哟 我妈给了我屁股一掌 还没去和那位人兄见面 我先收到了传票 上边写着 原告 陈强 告的还是诈骗 陈强这货 居然还真的敢告 当天我就直接去顶级律所 找了个律师 让他去处理 我才不会自己花时间出庭 想着他现在也够惨了 我就让他败诉赔一块好了 实在拗不过我妈 我处理完这事 就去见了那位石家权能 结果到现场 看着对面戴着眼镜 眉清目秀的男人 我震惊了 宋学长 怎么是你 你回国了 居然是熟人 宋学长是我入学时 负责接待新生的 和我关系非常不错 后来他要出国 我们联系就少了 而且那时候 陈强正好在追求我 我和陈强在一起后 学长也出国了 我们再无联系 再见到宋学长 我很高兴 立刻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 一些不对劲的问题浮出水面 我直接傻在原地 那些早餐 其实是你送的 那不是陈强送的吗 学长苦笑 嗯 我刚送第一天 导师就告诉我 有个出国深造的机会 不想耽误你 所以我之后 都是找人帮忙送的 没有署名 直到我出国 怎么了 我傻了 合着那时候 陈强是揭丹的 送早餐员 却骗我那些 都是他自己买的 亏我还被这玩意 感动得要死 怪不得他追到我之后 送早餐这事 就是有时无的 合着是这个原因 我居然从一开始 就被骗了 和学长分开之后 我又想到一件事 那他帮我赶走 小混混这事 不会 我赶紧 让人去查了一下 结果那三个小混混 就是他花钱找的 合着从头到尾 就没有任何东西 是真的 全是假的 我怒不可遏 直接打电话 给律师修改了 我的条件 让他败诉 一切诉讼费用 他来承担 而且我还要 告他偷窃 赔偿精神损失费 这神经病 祸色我再也不会忍了 一番折腾之后 陈强理所当然地败诉了 听说他在法庭上 为了定我的罪 居然口不择言 承认自己 把彩票偷走 直接被定为偷窃 金额不够刑事处罚 但拘留了十五天 又能在牢里 和他妈妈团聚了 这段时间内 我和学长相处得相当不错 一开始 我其实也有些借心在 学长人真的一如既往的好 但有陈强这个前车之鉴 我有些害怕 害怕他可能也是装出来的 但后来我想开了 没有必要因为陈强一个人 去怀疑所有人 学长和我告白那天 我答应了他 也是这天 我又收到了陌生号码的短信 又是陈强 又又 你在吗 我知道错了 我最近一直想起我们从前的事 那时候真的很美好 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 工作没了 我妈还生病住院了 我现在要给她治病 真的没有钱了 你能不能念着我们以前 我帮你把流氓赶走的情分 借我一点 我直翻白眼 这货是不知道 我已经发现他一直都在骗我了 还想骗 学长回头 怎么了 有短信要回 不是 诈骗短信 我反手举报了一波 随后拉黑陈强 牵起学长的手 哎 之前遇人不输 碰见了人渣 还好 老天还挺公平 我现在碰见真正的良人了 类人格 slash 位相喝 屈神